吃飲的一定選擇有輻射 地球每天都受著宇宙射線的衝擊 我們的淡會被宇宙射線變成碳十四 而碳十四是一種具有放射性的元素 它的半需期是五千七百年 意味著每一次放射的輻射未必會很多 不過就是有輻射 若果你喝的酒是由小麥提煉而成的 裡面一定會含有一定量的數量比例的碳十四 相反如果是由石油提煉出來的酒精 由於石油已經壓在海底上千萬百萬年的時間 所以它們已經過了N那麼多個半需期 因為輻射性已經過了更多 變成沒有輻射性 所以也是那句 喝酒一定要喝有輻射的乾杯 第二支啊?好辛苦啊 不掉